回来就回来 还把姓陈的两个也带上 来我们王家示威吗 王家之中 他对我最有偏见 打心眼里看不起父亲 从来没给过我们父子 一点好脸色 小凡 你想什么呢 快叫外公外婆 见过王老 小凡 你怎么叫的 这是你外公和外婆 你是 我是你舅舅 王可勤 做我的舅舅 你还不够资格 小妹 你就是这样教她的 这 好了 都少说两句 小云难得回来一次 把老二老三他们 都召集回来 咱们一家子团聚 是 爸妈 我们来了 听说那就是我们的小姑 王小云 这么说 那个青年就是小姑的儿子 长得挺清秀的 陈北璇 好大的威风啊 一来就打了张雨一顿 上来之后 连一生外公都不叫 更说大伯不配做他舅舅 少说两句 人家现在可是陈六国 什么陈六国 谁知道是真是假 无论是不是吹牛 他都是 能与燕京各大家族组长 平起平坐的大人物 王城 你们几个进来 小城啊 你小姑家远道而来 你今晚安排一下 让他们住北山山腰的五号别墅吧 是 父亲 什么东西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 简直无法无天 目无尊长 不错 太放肆了 老头子 这件事你必须管管 你可是他亲外公 王城 你是家族未来的掌舵者 你怎么看 爷爷 小姑一家确实太过桀骜了 我们堂堂燕京豪门 何必如此求着他呢 唉 那是因为 你们不知道最新的消息 就在半个月前 他与M国打了一战 逼得M国低头了 什么 哼 要不是你们这些人太不成器 我何止于此 唉 我王家 本就在几大豪门中排在墨席 我死之后 靠你们能撑住 陈凡 是我王家最后一根支柱了 小城 你与秦家那边联系怎么样 秦老爷子很赞同 但秦燕儿意见很大 不管这些 两家联姻 哪有她说话的份 可是爷爷 怎么把萧家的媳妇截糊了 萧家能忍得了 萧璇能忍得住 忍得住如何 忍不住又如何 最后去顶雷的 又不是我王家 父亲这是要借刀杀人 让陈凡去硬扛萧家 当然 这件事必须两方面进行 我们还是要以感情拉拢为主 让他为我所用 是 爷爷 抢到萧家的媳妇 萧家能忍住 要知道 萧家背后 可是那个恐怖的 燕山夜家 姑姑 晚上有个小辈的聚会 在昆明湖的秋水阁 我想带表弟去 您的意见呢 好啊 小凡你就去吧 好 既然这样 那我晚上来接表弟 喂 青天 告诉你姐姐 今晚她的那个未婚夫回来 让她过来见一面 就说这是两家大人的意思 黄长 这就是你们王家 想娶我姐姐的那人 娶你姐姐 燕京谁不知道 我姐姐秦燕二 和萧玄大哥是青梅竹马 天生一对 没想到你们王家 却横插一脚 什么杂七杂八 我完全不知道 小屁孩 我有女朋友了 你别来烦我啊 你 我才不是小孩子 秦燕 冷静冷静 这是秦老爷子 已经定下的事情 你再反对也没用的 你以为我爷爷答应就行了 我姐不会同意的 而且萧玄大哥 如果知道这件事 萧家能放过你 原来王家 是把我当枪使啊 他们若真有亲情打动老妈 弥补我爸妈这二十多年来的委屈 我未必不能帮他们一趴 结果却还是在算钱 爷爷一直想找个机会 弥补一下你们家说的委屈 正好 爷爷的战友勤劳有个孙女 是我们燕金圈子里公认的第一大美女 这不就想 既然你们王家找死 我也不拦着 快看 秦小姐来了 跟着的还有 啊 萧玄大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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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我的一位表弟 叫陈凡 我故意不说陈北轩的名号 看接下来如何发展 原来是陈先生 你好 黄成 这就是你们想要给我介绍的秦燕儿 长得还不如我几个女徒弟呢 这门婚事我不答应 你嫁给谁都与我无关 你也一样 回去告诉老头子 我的婚事啊 轮不到他来做主